我這模擬器已經改過了 所以你特別注意第一個你先把座標找到這兩個對不對 然後呢再修改程式碼裡面的這個位置 這兩個位置改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呢直接執行啟動地圖的功能 啟動之後你會發現他就不會跳出來因為這個地圖有Google API 就是會有那個 地圖功能 但是這個地圖功能有個缺點找到新北市勞工活動中心 有沒有不過因為預設的版本是簡體字版所以跳出來就是簡體字 那你可以怎樣把這個改成什麼改成 這個Menu部分 把它設定一下把它改為那個繁體繁體的版本其實就OK了這個應該是在那個 哪一個地方的在 位置應該是在 語言語言級鍵盤這地方 把它改一下選擇語言把它改為那個繁體中文 那這樣的話呢顯示出來就會正確 顯示出來就會正確 不過呢還是有個問題啦因為 你秀出來的時候 這地方把它切回去 空間按住之後再切回來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再啟動一下 他應該就會跳出來的話就會是 這可能要更新一下 那這個地方 已經已經變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這個地方 現在已經是 已經是 不過他的缺點就是說他的大小 你會發現他最 就直接輪印到最大 他沒有辦法怎麼放大縮小 這裡我印象中他沒有參數可以直接 讓你去設定所以很麻煩你還要講 使用者他自己再去輪印輪到 不過倒是不是太大問題 反正使用者跳到這邊 就可以知道說這個地點